朴树,本名朴树,1973年生于江苏南京,从小在北京长大 他的父亲朴祖音参加了我国早期的双星计划 母亲刘萍是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女工程师 父母对他的学习和未来寄予了厚望 朴树小学时成绩优异,担任过班长,生活也无忧无虑 然而,生入初中时,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挫折 他距离北大腹中录取分数线只差0.5分 父亲四处求人却未过 这件事也让他内心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不被认可和尊重 他开始厌倦枯燥地学习,沉迷于音乐 他到了高三,为了不让父母丢脸,恶补文化课 他努力考上首都师范大学,但这种生活终究不是他想要的 他扔出一句,这是为你们考的,我不去了 大二十就退学,开始了流浪生涯 他性格从小内心细腻敏感,独来独往 他跟袁明媛的艺术家混在一起 每晚去运河边弹琴唱歌,开始写歌卖歌 他说,我觉得现在音乐圈的都是傻笔 等我挣钱了,我要自己出唱片 1996年10月,朴树签约了麦田音乐 成为旗下签约艺人,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他是通过高晓松认识了宋柯的 宋柯是麦田音乐的创始人之一 宋柯对朴树的才华很欣赏 也很包容他的性格和脾气 朴树签约后没有做艺人的觉悟 只想随心所欲地玩音乐 他不喜欢跟媒体说同样的话 也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唱歌 他开始录制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我去2000年》 他的生意沙眼有力 他的旋律简单而深刻 他的歌词真诚而直白 这些特点让他在当时的音乐市场上 显得与众不同 也让他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听众 专辑发行后 销量突破了30万张 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内地原创专辑之一 朴树的第一张专辑让他一举成名 也让他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空虚 他说 我觉得我成名是个错误 我不想被别人定义 2006年 朴树与刘璇以组合的形式 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歌曲表演类节目 名声大振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也是他第一次与另一位歌手合作 他们以一手在沐星惊讶了全场 也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喜爱 他们最终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 也获得了很多新的粉丝 他的中国摇滚乐的地位逐渐确立 每隔几年开展的演唱会的门票 都会被粉丝封抢 然而 2023年的一次音乐节上朴树透露 他得了重力 医生告诉他 不可以剧烈运动 不可以再上台演出 如果再坚持 将继续恶化 可朴树这次却不在佛系 在短短三个月参加了18场演出 他提起 不演出乐队就没有收益 就没有饭吃 大家需要钱 连续的活动停滞 让本来就小众的乐队文化更为低迷 乐队的成员们 在这途中一直为自己谋生录 有的去星巴克打工 有的跳去了别的乐队 而从前的朴树可以随意接演出 或在家休息 现在 他只能抓住一切上台机会 为乐队的兄弟们的生活着想 他说 乐队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收入 我有全部的责任 朴树生如下花演唱会 安排52个城市的世界级巡演 公司要利用它的所有价值 带来更大收益 明明这对朴树 也是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他每日以泪洗面 说 我瞧不起自己 如果朴树愿意 他当然可以立即解散乐队 他的身家够他潇洒玩下半辈子 但是他舍不得那些支持他的粉丝 那个陪伴他多年的乐队 还有他的自由 不羁 用摇滚镜人生的灵魂 本期末滚镜人生的灵魂